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很久没有打刀战了 还是就是这个武器不大行 我上来反正是各种被吊打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连杀术基本没有超过三的 然后这个武器的重击 就是右键呢 是往前戳 拿这个路角戳 然后轻机呢 就是这种类似于砍的这么一个动作 我个人感觉这个动作比较僵硬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难受啊 我个人感觉这个动作比较僵硬 然后不是那么潇洒 感觉很死板 很僵硬 然后也是各种被吊打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特地呢 截取了几个我被吊打的镜头 我一动指甲换上了这个尼泊尔 我当时在想 这个武器不行 还是我不行了 我要找找原因啊 那我这里换上尼泊尔以后呢 我然后忽然发现呢 各种连杀有没有 这也许说明了这个武器刚拿的手可能还是不搭适应的 我这里也是暂时先换上尼泊尔 然后找一波手感在里面 哎 然后一口气打了个五几连杀 七连杀好像是啊 这个手感也算找到了信息也上来了 然后 呃 然后这个 然后再去换上呢 我们的这个鹿角呢 继续去做这个 做这个评测啊 好了 那么也是刚才这个这个拿尼泊尔找了找手感以后呢 这个鹿角感觉会稍微的好一些啊 呃 其实来讲这个鹿角它跟尼泊尔相比的话 呃 大家看一下这个对比图可以发现 其实它们威力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重击能戳中的话呢 也是一下就死啊 但是它的这个右肩的这个时间 好像跟你把阿波打一样 比如说这个手感呢 需要你自己找 你看到没 看到没有 这里我找到的手感也是 也是比较溜的啊 这个武器其实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这个呃 还是慢慢适应吧 每一个新武器的出现就像 当年出的那个军四啊 我一直不一直不习惯它的手感 但是有人 一旦这个啊 这个这个就是那种那种感觉找到了以后 也是杀到听不下来 有没有 哎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还是自己去呃 感受一下的 呃 那么呃 那么这个这个 这一期视频并没有做这个生化部分的评测 只是简单的 这个打了几局刀战啊 就是这个这个角度场 然后生化的部分 我决定在 下一期的生化军约库给大家一块来展示一下啊 那么这边有点卡的 还是能看出来了 不过 呃 没有什么办法 这边监信区嘛 呃 我家是脸通 好 那么下一期军约库 本来其实都要做小刀的 因为很那个武器粉丝们都说都做完了啊 结果就出来一个圣诞鹿角 那好吧 那我们就先把圣诞鹿角做完 再去做这个小刀 啊 不着急啊 不着急 呃 然后有粉丝给我提前提前一啊 说这个啊 圣诞节快到了 这个下一期节目能不能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呃 打一期这个圣诞游乐场啊 拿着这个圣诞加特林和雪球炮 再加上这个圣诞鹿角 嘿 想必一定是啊 非常有韵味 非常有感觉的啊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不错的啊 问题是这三把武器你让我怎么样同时才能搞到啊啊 啊 我怎么样才能同时搞到啊 不过下一期圣诞经约库呃 在应该是会在这个圣诞节那一天啊 或者是平安夜发呃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我们就拿这个圣诞鹿角呢 啊 一块来耍一耍啊 一块来耍一耍好了 那么 在后面这个感觉找到以后呢 大家也是可以看到我这边连杀也上来了啊 总体来讲这个武器呃 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它的槽点 我觉得就是这个这个动作有点难看 大家大家反正有没有觉得很难受 我是觉得这个右键啊 就是感觉这个动作特别僵硬 特别死板的 看起来很难受 呃 用起来只要找到手感 还是挺好用的啊 呃 好了 那么圣诞节也是快到了 在这里提前祝各位小伙伴这个圣诞快乐啊 呃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乐的 然后我怕这个 是吧 呃 到时候再忘了 所以这里提前先给大家祝福 那么我们这个生化竞选库也会在 呃 呃 平安夜吧 啊 平安夜那一那一天 那一平安夜那一晚上大家就能看到了 好吧 那我们这个这一期节目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